今節又是我許傘 另外還有我們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請記得幫忙按讚我們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節我們來一個世思極紅 你怎樣恐怖呢 我們慢慢思考中 阿新何太 又名千語BB 她的教人 吊金龜 愛情的價值觀 很多很多不同的 我們不斷地聽一聽她的影片 1 2 3 嫁給金錢 還是嫁給愛情 女人一定要自助 如果你被一個富豪看上了 你一定要嫁 而不是出嫁一個蟲光蛋 因為富人看上你 是因為他真的愛你 富人他從來都不成女人 而從人選擇你 是因為他沒得選 對吧 當他有錢 他就開啟盤障了 他連自己都不認識了 他非但不懂感恩 而且他會讓你知道 哥東先生跟男的故事 好了 回來 這裡只不過是千語BB 其中些小的愛情鮑魚心靈雞湯的語錄 只不過是一小小部分 已經這麼令人震驚了 但記住 在我們香港的朋友來說 似乎跟內地某些朋友 他們的價值觀真的差很遠 雖然千語BB現在刪除了扭音 改為私人 但仍然看到內地方面都會奉存 總之有一部分人的價值觀都傾向於 要看看如何選擇一個有錢的人 即是沒有錢你就免問 有錢我們才可以再進一步 究竟可不可以談情說愛 談情說愛的時候 都要有意無意間 或者都要嘗試問他 叫做拿錢或者拿著數 我們看到這些拿錢拿著數 除了在男人身上 我們看到新河太 從內地來到香港 這種路徑 其實想想想 究竟還有多少人都是這樣的 就是因為新河太這個例子 我相信沒有爆出來的都頗為多 因為好像新河太的做法 我們不是第一次聽過類似這樣的故事 不過過往一直以來 都沒有一些具體的人物出來講述 所遇過的問題 只是很多時候倒聽圖說 但是新河太就是一個 最為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透過這種方式 來為自己謀取更大的利益 當然在他的角度來說 就不是叫做貪錢 他的意思是想賺很多的錢 而且覺得曬了一些行頭出來 就是想讓你羨慕我 找到一個有錢的男人 哪怕他是76歲 還是56 還是86 都還可以 最重要就是要跟有錢的人才可以 錢不能夠用來衡量愛情 但是可以用來隔渣 這是千月BB的語錄 不是我的語錄 記住 我不是這樣想的 絕對不會 他的意思是隔了一些渣 以及隔了一些騙子 即是你沒有錢的過來 就是騙子 你真的騙我而已 你看一看我 照一照你的鏡 沒有鏡你就拉督了出來 照你自己的樣子 你想攀附到我 想得到阿姐的愛 所以請你也要看你自己沒有錢 沒有錢就麻煩你了 即是隔壁就會篩走你這些渣 這些渣 哇 真是惹人害怕了 為甚麼呢 剛才說台洋的意思似乎是 我們看到過往這些說 嫁到香港之後 即是由內地來到香港 接著又跟老公離婚 離婚之後又指申請一間公屋 甚至乎有其他不同的情況 又會申請縱援 或者其他不同的東西 或者可能又被人覺得去拿香港的資源 那接著這些人的故事又怎樣呢 我們今次在新河太的身上 是看到整個故事究竟是怎樣的 沒錯 而且也是活生生 而且很具體的告訴你 再加上新河太 原來在抖音上也有很多分享 而且這些分享 我認為是老實不客氣的 說了他的人生目標是怎樣的 對嗎 所以就是因為他這個故事 繼而引致很多人的共鳴 其實是挺恐怖的 你想想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說 新移民 這件那件那件 當然我們不是叫人去歧視他們 也不是踢劫 絕對不是這樣 希望來到香港的朋友 就不要抱著這樣的心態 或者希望那個價值觀有沒有改善 或者我們如果沒有改善的話 會有多恐怖呢 所以要細思極恐 即是在內地嫁來香港 跟著跟老公有什麼事就分開了 不知道他是有心還是沒有心 還是想著來到香港 做了真正的香港人之後 又拿身份證 怎樣離婚 離婚之後 或者叫他先忍住老公 離婚之後又怎樣申請公屋 申請公屋之後 就可以自己有一間屋 我們聽過一些故事 可能再叫他去內地 原來有另一條老公 就已經在等來香港 磨拳拆掌 然後又帶來 甚至不知道是帶來誰還是怎樣 這些就是一件事 好像何太這種 現在說的 何馬也好 或者千禦BB也好 太多個名字了 像他的例子 他帶著跟前夫所生的兒子 即是離婚 住在這間公屋 他住在這間公屋 雖然他不是偷 不是搶 但是他也帶了一間公屋 也可以說是 香港有很多朋友 在排隊 但好像有一種感覺是 突然間 你本來也有個家庭 為什麼又要離婚 搞到要一變二 又要多一間公屋 或者他之前住劏房 究竟他的前夫是否住劏房 我們不知道 總之就是被人看到你 就帶了一間公屋 可能有些人就會不善未疑 就會覺得 你究竟有沒有想清楚 才隔離香港 我明白 有些人可能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我們不能排除那些人 是故意這樣做 想來到香港 拿出身份證 然後就拿一間公屋給自己 就得公屋得天下 再更加恐怖的是什麼呢 我們看到 新河太這種模式 那個恐怖之處 就是他表面上 就是去做一些賣海味 搞地攤經濟 做這些臨時工 還是怎樣 他之前怎樣養活自己 我們不知道 就是他離婚這段日子 到認識到河白之前 你見到他 哇 這樣就過癮了 他在街市上 你見到他 他很快已經是表明目標 有沒有男人介紹 有沒有好男人介紹 或者做老婆也可以 做契女也可以 之後他都不當自己過往的婚姻傷痛 不是什麼一回事 我們都說過了 看到最近陳志堯 或者其他人做嘉賓 什麼婚後事 什麼香港婚後事 什麼什麼婚後事 在說離婚 或者結婚 或者說婚姻關係 大家有很多思潮 在裡面 你可以說他們是 演藝人 或者是演戲 但起碼都會有一些聽眾 有一些觀眾 有一些共鳴 因為婚姻這個問題 一直以來都是社會上 不可為之令人關注的 再加上 隨著時代的變遷 我們看到一件事就是 離婚率是不停上升的 而這個 某個程度上 也成為一個社會問題 所以也有很多人在關注 究竟 什麼原因而導致夫妻會離婚 其中一個原因就好像這位新何太太身上所發生的事情 我想都可以成為一個頗為經典的例子 就是有些人的價值觀 是不是出現一個非常之嚴重的偏差呢 我認為是新何太太的價值觀 是以錢來代衡量一段感情 而且也非常之直白地在她的抖音帳號裡分享 所以也都因為這樣而在社會造成頗大的關注 新何太太是不是衝擊很多人的價值觀呢 你要記住 因為有不少這些中港婚姻 好像新何太這些女性來了香港也不頂 你看到一個點是什麼呢 她簡直是去到街市 或者可以叫她工作的地方 周圍問人有沒有男人 有沒有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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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麼瘋狂的 她是很進取 很進擊營的 你看她很快就把這個可伯 可伯就叫上釣 等於我們釣魚的 你發覺有魚上釣 你不會立刻死搓搓搓 你怕搓斷魚絲 或者勾搓她的嘴 她會離開 例如她釣魚一樣 給湯釣著她 釣著釣著釣著釣到她回家 我就想 其實可伯 你有沒有想過 她之前 她和你發生了一些關係 她試過釣過多少次這些男人 你不要說她像河馬一樣 怎麼會釣得到 不要理會 可伯可以釣得到的話 就是等於你去釣魚 釣到大魚之前 你都會發覺魚絲可能也會刺一下 或者好像刺了你的舌頭 走過去 還是怎樣 其實可能在可伯之前 請過很多人喝湯也不受不了 我想可伯現在這麼迷戀 新河太太 她是不會介意 即使知道真相也 即使你知道真相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但是你想想 這一類人是多恐怖 當然 你說她豪荒 或者抱情也好 抱什麼也好 如果這樣的話 這麼進取 周圍去問有沒有男人介紹 看到這個好像可以了 就請她喝湯 然後叫她家 如果大家覺得她是有錢的 就試試那個關係怎樣 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的話 去到某些階段就結婚了 你不知道的 大有大食 細有細食 這個可伯只是450萬而已 如果有一個45萬的 她也可能會照顧吃也不頂 先放著吧 可能吃兩三個月 吃光吃到乾了就換另一個了 可能會是這樣的 她是主教的嘛 她的千語BB語錄 就是這樣說 即是不要拿自己的錢去幫男人 又說什麼窮光彈 又說什麼 要找就找有錢人 就是不要什麼窮光彈 你看到她這麼瘋的語錄 簡直是瘋了 如果她以這個心態的話 可能這個可伯的前轉 你想想 可能她好像善女幽魂 那個老老的拿點湯去吸男人回來試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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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會兒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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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紀這麼大的人 原來 道行是這麼淺的 根本是對這些事情是完全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 我又要從這個角度再看 有去打聽一下 原來有時候像這些年紀 六七十歲這些伯伯 他們想去找那些都有難度的 何解呢 原來話說這些姐姐 一層有一個那些 不是一人有一個夢想 一層有一個姐姐的那些 他們的門口 原來會有一個閉路電視 就會一來保障自己 二來他就可以看看門口是什麼水 如果真的自己看見他都受不了那些 他就假裝沒有人或不開門 他自己也有一個選擇權 是的 好像可伯這些 可能他說九年都沒有找過女人 究竟是你去沒有找 還是別人不讓你入門 可能會覺得這些人不要了 待會搞一搞 死了怎麼辦 突然更糟糕 當然有人可能照接 但是不接的可能也有 這個我們不知道 可能真的可伯這九年都守得住的精設牌坊 或者看到這個新河太 被他的湯融化了 我們不知道 這個不敢肯定 但是記住 這個新河太 在未結婚之前 你可以當作是拍拖 發生了一些關係之後 就買很多東西給他 金器也有 戒指也有 結婚時就買龍鳳額 情人節就買龍鳳額 你想想多麼誇張 你想想這個新河太 說不定他家裡的東西 或者他之前收入可能也並非這麼好 會不會在這些阿伯一個二個 這樣刀下刀下刀回來的呢 這個我想也有機會的 而且也是刀得很快的 情人節買龍鳳額 他是不是在情人節求婚呢 就要等待千玉BB那些 或者是玲玲在香港 還是香港在玲玲 等待在那裡再問他 你會分享吧 究竟是怎樣 這個等他們分享 他也分享了 何時就把可伯 生磨 第三次上他家的時候 才發生關係 說到自己 不是真的開放到這樣的 你們說到 好像我第一次帶他回家 就禮的那些 就地政法的那些 不是那麼誇張 他的角度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這是他所說的 不過怎樣也好 如果你這樣說到 可伯 第三次才對他有些行動 或者真正發生關係 又變成了 令可伯的霸氣 就好像削弱了 我想起碼削弱了七成 現在的霸氣仍然上傳 但是日子久了 我相信慢慢就變成淡了 我估計 想想一下 如果大家又笑他是河馬 又笑他如何辱孫 而且你看到他這樣 也挺震驚的 如果他有這樣的造型 都能夠在可伯 掠到這樣的銀馬 我們再細思極控一下 如果有一千幾百個 好像新河太 可能比他更加飆青 對於單身 或者已經是 有差不多一年多 可能老婆又離開了 只剩下他自己一個 又有錢在身上的伯 其實他們也挺危險的 又有多少這種 又有錢又有閒的阿伯 還要好認識的阿伯 雖然男人大部分都好認識 但是很多時候 人都是有自知之明的 去到這麼大年紀 照道理我認為 都應該沒有理由 對女人有什麼興趣 但是剛好可伯 真的被他塌得著 這個可能是千玉BB的技能 都未定了 嘩 這樣就厲害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種技能 不過聽到他說這些 也有很多人贊同 如果有一類內地的女性 他們是這樣的心態 帶來香港的話 可能他們的目標 都是想來到香港 獲得新款 然後分工屋 然後再去找男人 因為像千玉BB說的 男人願意花錢在女人身上 才是真愛 喂大哥 這些教壞人 你都瘋了 不願意花錢在你身上 就不是愛嗎 很多男人都很願意花錢 給女人的 不過看是怎樣花 好像叫按摩 大保健那些都願意花錢 那些都是男人 你說又有空又要買個包包給你 一下子就一萬幾千 一萬幾千這樣上 如果下一個就十萬八萬這樣上 那人心就沒有險足 那你越升越上的話 除非看你自己是甚麼材料 如果男人願意花在你身上 來換取你的愛的話 老實說你跟做甚麼有甚麼分別 變成國取所需 不過無論如何 他也有些更加驚人的說法就是 愛你的男人會願意付出最寶貴的金錢 愛情就是他捨得為你花錢 如果你不喜歡這些物質 那是你善良 但是他愛你 就應該讓你得到物質才行 那是你的物質 那是你究竟跟他發生關係 是希望得到物質 物質和愛情 掛上了一個等號 我不知道有多少這些女人 因為我經常都聽到一些人說 大陸的女人是很貪錢的 我不知道你身邊有沒有這樣的經歷 如果你看到的、聽過的 甚至親身見過等等 不妨留言分享一下 因為我們兩個看到的不是那麼多 集合大家的力量才能夠分享得到更多 整件事才能夠更加立體 好了,這次我們先來這裡好嗎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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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